在载身节的现场有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 我本以为是平和的节日现场 没想到接下来让我看的背后发凉 在华人世界呢提倡放声 在伊斯兰世界有一个节日叫载身节 今天就是载身节 清真寺外面两旁站着的都是等着被给予的人 好多穿不同衣服的人 马来西亚是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 穆斯林也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伊斯兰教国家 而如果你也是穆斯林 就能从服装辨别他们来自于哪里 载身节他是为了纪念先知伊普拉辛 忠实执行真主安拉的命令 打算献祭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伊 在安拉的赦免下 他就用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去献祭的这么一件事 而这个是因为感动了上天 变成了伊斯兰教国家非常重要的节日了 在载身节的现场 有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 我本以为是平和的节日现场 没想到接下来让我看着背后发凉 所有的羊群都在往后退 两只还跑出来了 但他们也跑不了到哪里 一首唱诵结束 几十条生命也结束了 现场血淋淋的 大概马币900块钱 就可以去屠宰一头羊 分享给所有的穷人去供餐 跟所有人一起分享你的食物是一种美德 但是当这个现场变成大型屠宰场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让人触目惊心的 在我们华人世界逢年过节也会有宰生 宰一头猪宰一头羊甚至宰一头牛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羊 一车的羊在同时间被屠宰 血流成河 这也是体现了两种文化 寂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记得点赞关注哦